司法部揭秘了两年来与新华社来往的电子邮件 表明在命令新华社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之前 早已审查了该社的几百篇报道 收集到充分的证据 北美新华社此前辩称 没有影响美国公众的意图 或者注册会产生污名化效应等等 但是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部门FARA 举例了几个观察指标 包括西藏和达赖喇嘛 香港 新疆 南海 中共以及中美贸易争端等等 该部门在35页认定书中认为 中共寻求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影响美国舆论 然而北美新华社采用了代表中共的宣传 例如北美新华社在美国社交媒体上 贴出了很多亲共的句子 中国政府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以赢得对新冠病毒的战斗 华裔美国人聚集在曼哈顿 反对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等 司法部也收集了新华社 在党的领导和控制下形势的证据 新唐人记者凤华锐利综合报道